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Amy 很荣幸今天在这里和太阳盛的导师一起聊聊天 导师您好 Amy好 夏季将要来临 导师将要做一次夏季的世界巡回演讲 而这次的主题非常的喜气 是福运喜乐一把抓 那我想借由这个机会 请导师给我们向全世界的听众们 来讲讲这个中间的内容是什么好吗 是 那么我们每一天 早九晚五的忙碌 或者是为着目标 为着前途打拼 所以大家都在自己的努力中 往往所谓的福运喜乐 已经是放在第二线了 觉得说自己的努力 只有一天会达到目标的时候 那么福运与否 喜乐与否才会实现 但是这有时候就牵扯到 到底是哪个先发生呢 是先会让我们成功呢 还是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福运喜乐 然后在这样子可能性的一个圆满的发展中 找到自己未来更好的出路 是不是能够真的如同我们所愿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火候 将是这一次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主要诉求点 来帮助所有的与会人士 在自己的生活生命中 因为喜乐 因为福运的早日到来 而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追求里 能够早一点心中有谱 早一点好事现前 那么这里面千禅的在红尘里面的诸多重点与主题 将会在这一次的讲座中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或者是训练 或者是在课程中有着更多的互动 是这一次主题的重点 这个福运喜乐听起来好像是我们过年的时候贴那个春联 这是我们过年的时候给家人给自己的期许 想要在这一年中或在这一生中得到的这些丰收 是 那这种喜乐就是老师您刚才所讲的 会因为藉由老师给大家练习而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丰收和一个喜乐吗 是不是就是像过年的这种期许一样 你看我们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些春联 这些好事好话对吧 但是过年过了就全都忘光了 因为要面对现实 年假过了就要到环境中去打拼 但是一打拼的时候 这原来好事的春年的这些话语 勉励的种种 好像都跟我们没太大关系 因为现实的生活已经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了 在想的那些觉得好像离得很远 所以也别想了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 就要让我们所有来参加的读者 学员 来宾 真正感受到福运喜乐一把抓 将是自己很肯定的一个运作筹码 而不再像过去 一定要等到过年营造点那种感觉气氛 说两句 在那几天喜气洋洋于否 那么后面摸不着边的这种情况 渐渐的离我们远去 而是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抓到福运喜乐 然后在生活的进步中 渐渐的看到这其中的可贵 光明 精彩 以及圆满 这是我们希望从这一次的活动中 所有的学员都能够带回去的这份礼物 是 听这个福运喜乐 好像涵盖着生命中 所有一切我们所要的好运 福运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 是说如果我们做这样子的练习 可以达到在生活中的进 所谓的圆满 是不是这样子讲 因为就好像我们有个目标 想要圆满目标 对吧 但是它毕竟是个目标 要走到那个目标的路途 有好多种让我们选择 那么今天这一次的活动呢 就是让我们选择一条最简单的度 踏实的实践者 刹那间就达到了我们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福运喜乐的陪伴中 达到圆满的早日实现 是 在这个DM上面 我看到有写的是说 借由戏说人生点起 沉睡的你 了物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从此掌握先机 享受福运连连 喜乐丰盛的每一天 我感觉到 这上面写的这个message 好像是老师要跟我们 把这个人生的游戏规则 给讲清楚 因为上面写的 了物人生如戏 我觉得现在的人 好像没有想到 这一切都是一场戏 我们大家都录戏 非常的深 然后搅在里面 弄得非常的痛苦 那是不是老师 会在这个讲座的时候 把这个人生的 这个游戏规则 给讲清楚呢 是的 这一次的讲座呢 我们要讲的更贴切 在红尘中人的主题 来切入今生要注意的重点 我发现过去我们很多的讲座 讲的太过于身心灵了 所以有些人 有那个程度的 他听得非常有味道 有些人没那个程度的 他觉得好像跟他 有点距离 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讲座呢 就要让不管是张三李四 有听过没听过的 跟他的生活之间息息相关 在生活间回想 或者是看清楚 这一路来走到今天 这生命的过程 和一出戏呀 这里面所有的发展 它的关联性 以及未来我们要怎么定位 未来在经验中 我们怎么样给自己加分 未来怎么样连结 与天地间的共振 未来怎么样用我们的秘法 在生命里面 四两拨千斤的 比别人容易的 达到我们所谓的圆满的近 好 那么福音呢 喜乐在我们的生命中 的确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有多少人求一辈子 也求不到 那么我们却要用他来 在我们的每一天精彩的生活 那么这些呢 就是一个学问 也是一个艺术 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么在这一次巡回讲座当中 我们将要一一点醒 每一种不同层面的读者 不同层面的学员 来注重自己生命里面 该要把握在过去 没有把握到的重点 那么在这一次呢 我们一次把他点清楚 是 上次导师的这个演讲 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 上过课的这些同学们 生命中有很多的改变 那有些学员呢 马上呢就被财富追着跑 好像有一些很奇迹的故事 而且很多这样子的故事 是 我经常说啊 我们就如法实实在在的修啊 那么天地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只是看我们的诚意度 落实度 究竟他占着多少的比重 积极度 这些都有关系 在上一次活动 真正落实的人 这个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 因为课程 而让他感受到富有的静 这个富有的感觉 不光是只有在金钱哦 他可能在亲情 在家庭 在夫妻之间 在他的事业 在他的这个工作岗位 等等等等 他都会有某种不同的感受 跟以前相比 完全不一样 大大提升了 那这就是在上一次活动中 很多人丰富的收获 而且这个收获还在陆续的进行当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夏季的巡回呢 在福运喜乐一把抓的这个过程中呢 又把很多的绝活 很多生命的探索 很多在人生的意义当中啊 突然眼睛一亮的 找到了更多有力 让我们在人群间出类拔萃的重点 那么这么一来呢 就和我们前面春季的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呢 这中间相互回应了息息相关 好它是一个连接性的课程了 所以这么一来呢 那么你会发现不断的精进 不断的在我们超级生命马系统 这个一系列的课程活动当中呢 就会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 那你原先在内心深处里面想要达到的目标 渐渐的随着我们的脚步就将要达到了 是 所以上次参加过老师讲座的朋友们 这一次再参加这个福运洗了一把抓 就只有加分再加分的这种作用 我们就是希望所有来参加我们课程的学员 在他们的岗位 在他们的家庭 他们在各处的视线 都是成功 幸福 圆满 吉祥的 所以我们就是竭尽所能把该要教的 该要打气的 补分的各种绝活都让我们有缘的朋友 尽快的得到 那么在圆满的这个镜像能够展现之前 这个过程能够走得更顺 就由上一次导师的这个演讲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 就是说老师想要让更多的人生命更喜乐丰盛 成为我们社会里面成功的例子 这样子大家才能够因为我们这样子的圆满与成功 更积极的一起来学习 就是变成一个火广告一样的 是因为大家凑在一块 如果没有成长 没有因为努力后 而得到生命精彩的喜悦 那大家凑在一块不是浪费时间了吗 对吧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系统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投入所以看到生命的奇迹 因为用心所以尝到这天地爱的甜头 因为自己愿意 所以义无反顾的走上这一条我们的路 那么我们希望这世界能够有更多人跟我们一起打拼 能够让这个世界因我们更好 而他们也更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 这个世界大同才会有望 是 好像是让大家变得更热情 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缺乏了这份热情 因为大家的心越来越冷 变得比较自私了 只想到自己的生活而已 那如果有带着这个热情再去散发出来的话 这个影响力会更大的 你讲到热情 我就感觉到亚洲地区 东南亚地区的热情 的确比美国加拿大地区来得浓厚 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我发现了我也会去想这个问题 美国加拿大的他的这种热情为什么会输 亚洲呢 因为美国加拿大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环境啊 各方面呢可能有某种的优越 所以一舒服了他也没想那么多了 一舒服了就自私了 是不是 一舒服了别的都不重要了 享乐比较重要了 所以这么看来呢 觉得人还是要在不同的时间点或者是环境 各方面的条件之下 唯有自己愿意真正的提升呢 才会因为不同的人事物而阻断了我们今生来到这世上 宝贵的时间以及这一切的因缘机会 是 老师您常讲的 有时想无时 莫在无时想有时 当我们在这个很丰厚 很优越的环境之中在享乐的时候 如果能够早一点想到 这个未来要去哪里 未来要怎么走的话 不就不会把这个我们一生的这些福报 什么通通都会给享尽了 你看嘛 人有的时候就这样子啊 你稍微在人世间 视线着 不管是事业 都赚了一些钱 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 职位的阶层比较高 可能就觉得自己蛮优越了 对吧 但是在这个优越当中呢 它并不代表着是今生一定成功 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把这整出戏看通 到底什么是重点 到底我们该把握着什么 让我们能够今生无悔的越来越精进 生命越来越精彩 而且未来越来越光明 那这样对我们今生这几十年在这个人间道场走一招 才会有意义跟价值 如果被红神从一种假象稍微耽误了 那么这一耽误 可能再回头就是百年生 那得不偿失 而我刚刚讲说 你看美国加拿大地区 大家风足优厚的生活习惯了 那么你说吃 那一定吃到一定水准 这出去就是汽车代步 住了又是住了这么样的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有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足了 那他就没有那个想要再进步的原动力 但是这么一足 一一没有原动力 可能就是往后面后退的一个可能性了 这么一来 你对于整个人生来看 那究竟是加分还是扣分 都还不知道 对于那么生生世世灵魂的成长与否 是加分还是扣分 那还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这很多东西 如果真的可以看到 看清楚 而我们的福气福分 是可以一劳永逸 一直的显现 那才是真正 我们要的一个精彩的生命 灵命 或者是每一世的生活 对吧 如果你说就是那么一短暂的 在这昙花一线生生世世的挣扎中 这一刻稍微安逸一下 就断了我们未来更精进的道路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能不能够顺天而行的抓住天地 给我们的祝福 在这一劳永逸可能的作法下 让我们真正看到自己这一次不交白卷 而且在红尘中 这一切的丰足 自己越来越笃定 未来的出路 这才是真的 是 老师 那我又想问您 您常常讲到 不是进步就是退步 为什么人不能够留在中间的那一点 而持续着呢 这就是人的设定 你在中间那一点的时候 你没有往前 那就往后了 你说待在中间这一点 旁边风吹雨打 这中间的力量的拉扯 你是往前还是往后 你不能说你没有异象 那你又不被这大自然环境影响 你又不被这红尘中的诸多能量影响 那是不太可能嘛 所以就是一个导向的方向 你到底是往前呢 还是往后 那么不是往前 那就是往后了 所以这只有选一 而不能够两者坚固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加把劲的学习的目的 就是因为如此 不是前进就是后退 那我们当然要选择继续的往前进 继续加油 在现在的红尘呢 你被人往后拉的机会很多 一不注意出去就被影响了 回来心态就不对了 经过发酵 再经过自己又没有智慧在里面盘算着 那可能后面就给自己扣分了 那时候分一扣你不知道这一次扣 是扣一分还是扣一百分你不知道啊 等到事情发生 然后结果显现在面前 自己如果又不能买单的时候 那就很可怜了 也很可惜了 是的 老师那我接下来想要问您一些 世界巡回讲座的内容 我已经看到这个DM上面排出来的这个program 是非常的精彩 那尤其是我看到在这个台湾地区 台北跟中立 不是只有讲座而已 还有像是舞台剧跟唱歌的对表演 这个是什么 可不可以请导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好好玩哦 这一次是蛮好玩的 这次反正我们是讲这个福音喜乐一把装嘛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呈现出来多元化的福音喜乐 那么我们在台北场中立场 我们运用舞台剧以及歌唱的方式 来点醒世人某种的重点 以及在流程中我的演讲 配在一套 来做一个完整性的演示啊 来告诉世人福音喜乐一把抓的一个方向 那么经常感觉到呢 有些时候啊 你光讲他也许意会不出来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舞台剧这样子的歌唱 那么萨纳杰呢就把那个精髓点找到了 那么这一次在台北场中立场呢 我们就是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主题啊 能够借由戏剧以及歌唱的表演 能够在这个剧情的穿插中 让人产生某种耐人寻味的主题 在这样子的一个剧情的串联下 让大家都在这样子的欢乐声中而有所重要的收获 好所以这一次我们台北场跟中立场是相当难得的一个突破性的演出啊 相信来参加的观众都会非常震撼的感受到超级码系统里面 竟然会有多元化不同的呈现来邀请我们所有的来宾 在福运喜乐的主题上 能够辽弱执掌的为自己从那一刻开始 一秒一秒的找到巨大的源头 时时享受着福运喜乐的滋润 是这样子 是这样听起来非常的老少嫌疑 这我觉得会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热闹 那看到彰化呢 在这个讲座之后呢 有这个晚宴 还有吃晚饭的这个活动 那请老师再讲一下 这怎么这么的另类 这一次我们在彰化场 我们也是觉得 彰化在民风民情上都是非常热情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当地的热情的这种气息啊 能够聚全省的各地善事啊 借由讲座的一个开头 然后大家齐聚一堂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然后讲座完成 我们就开始一起用餐 来把福运喜乐的这种感觉啊 借由用餐的这个机会啊 更深刻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 有着没有办法忘怀的这种经验 那么这样子的丰盛喜乐福运啊 就会在我们这样子经验中啊 渐渐的所谓能量的聚集啊 我们希望这份感觉呢 带到我们的每一天 带到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重点 那么福运喜乐的这个事实啊 也就会一件一件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希望这一次的活动啊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聚餐吧 能够开启福运喜乐的另外一个面 是 这感觉好像是给这个生命重生的一个庆典一样 我觉得很棒的一个celebration 那我看到台南跟高雄也有讲座 北中南的这几个点呢 这感觉都通通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呢 朋友们参加过北部的呢 也可以到中部 中部也可以到南部 全部都可以参加 就可以涵盖着所有不同的这个丰收 好像这个庆典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棒 非常的棒 是 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啊 几乎每一场参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北中南的这几场合在一起啊 有时间的朋友 如果每一场都参加完 他真的会非常震撼的感受到 这样子的福运喜乐 已经没有办法抗拒 就在每一天生活如实的上演了 还有另外一个很精彩的活动 就是在三峡的这个大板根这边 有一个两天一夜的生活营 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北部也有办这样子的类似活动 听说非常的精彩 也非常的成功 我想是因为大家非常的喜欢 所以这一次又有这样的活动 是在七月二十九号到三十号 这个是在雨林森林 在这个大智人跟一般的教室里面 做的这些练习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一次我们两天一夜的生活经济营呢 跟去年比那又算是一个upgrade了 我们把这个环境又带到更好的一个地区 在那个地方呢 他的这种灵气 他的磁场 各方面都是让人舒服 让人觉得很满足 丰盛的感觉 好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选在那个地方呢 来办我们这个福音喜乐 一把抓两天一夜的金进银 上一次在年底的这两天一夜啊 参与的人都感受到这其中的power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让这两天一夜啊 相比去年的两天一夜 要更强烈的感受到这种福音喜乐的不同 那么我们希望这一次参与的学员呢 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休闲环境世界的呀 在自己的这种放松的情况下 不但享受这硬体的设备 而且在我们紧凑的课程中 各种安排里都能够感受到那天地的爱啊 以及自己力争上游 希望跟天地相连结的那一份喜乐 而让自己带来的福音 这样子实际操作两天一夜的 实修实练的课程 我们希望所有的成员 在他们的身心灵 这三者之间都有非常深刻的记忆 以及那不可抹灭的诸多画面 进而能够在活动之后 盛情地让自己感受到 在福音喜乐上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胜利者 是 老师您提过 就是在每一次导师的讲座 或者是这些活动之中呢 在这个虚空中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单位 在我们的周遭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 有诚心诚意 有诚服的这个心的时候呢 是不是都是会被记下来 就是特别的受到关爱 这样子的一种加持呢 我经常说 在我们的系统里啊 那真的是秒秒之间啊 因为我们的心 而为我们招来的这种福分啊 吉祥 那真的不能够跟别的系统相提并论的 因为很多过来人都发现到 竟然在超级生命法系统里面 因为自己的诚心 真心 态度 各方面的诚恳 勤奋呢 能够感动天地的同时 竟然天地给了我们许多的大力 那这一些呢 只有感同神受的人才知道 这里面的精华是什么 而当我们在活动过程中 内心深处 身心灵是这么样的 渴求着天地的加持 以及祝福 那么就会在这样子特别的时间之内 让每一位的参与者 都是最丰盛的人 而这丰盛里面包括了诸多方向 哇太棒了 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了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机缘 能够得到与天地连结的机会 那这是非常珍贵的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东南亚这一边的这些课程 那我看到这一次呢 老师比较浓缩 看起来是在新加坡有一场 在槟城有一场 东马 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之前没有去过的 也来了新的一场的讲座 那之后呢 在8月5号和8月6号 星期六和星期日 在槟城呢 有这个两天一夜的生活营 是在大旅馆里面 是吗老师 是 这一次我们新马东南亚地区呢 因为各方的考量 最主要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待在那里 所以也只能找到重点城市 那么这一次呢 在新加坡我们希望借由讲座 能够唤起更多人 对超级生命密码的认知 以及真正在这样子的福音喜乐中 能够证明我们的系统是非常殊胜的 东马呢 在过去零零星星的一些当地的居民 到过槟城或者是基隆坡来上课 他们也觉得非常难得的系统 为什么不能够往他们东马那边去传呢 所以经由他们盛情的邀请呢 这一次我们答应 特别在新马行的时候呢 到东马来办这场活动 听说东马那边是山明水秀啊 没有什么污染的地方 那我想这么好的地方啊 如果有配到我们超级生命马的系统 好让人的心也更加的美 那我想在修行上啊 身心灵这样子的相互辉影中 那进步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了 是这样子 另外呢 在槟城呢 那么这一次我们8月2号晚上有一个讲座 在8月5号6号礼拜六礼拜天呢 我们跟台北一样也办了一场两天一夜的生活经济营 那么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呢 这一次我们选到了一个旅馆 它们的名字就叫做光之旅馆 对它的英文就叫做The Light Hotel 好这个是蛮对应我们这个超级生命马和阳光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旅馆呢 也是我每一次在槟城待那么几天呢 居住在那边的旅馆 所以我对那边的环境已经蛮熟的 也感觉到那个旅馆呢 蛮不错的 所以这一次两天一夜的生活营呢 我就建议在这旅馆来办办也不错 那么在这旅馆中间呢 我们也将比照台湾的课程 两天一夜的生活经济营呢 来在旅馆各方面的设备以及条件下呢 来做一个最密切 最能够让我们学员在这两天中学习到最多可能性的课程和流程 那么也是一样呢 只要大家有这样的诚意啊 能够把自己的心打开 在这两天的课程中 真正的愿意接受天地的祝福加持 以及课程中精华的滋润 那么在这两天课程里 你会发现就像是脱胆换骨的一样 有着强烈震撼的成功成就感 以及进步的这种氛围 就会在课程中出来 在过去马来西亚还没有两天一夜的生活营 这一次是第一次 所以大家可能都还没有搞清楚 这两天一夜对我们的修行有多重要 但是看到台北上一次的活动 大家在活动后的认同 以及回想 就可以知道两天一夜的活动 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那么这一次在槟城的这个两天一夜 我也希望整个东南亚地区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以及其他邻近的城市 国家有心的学员都能够到槟城这两天一夜的精进营 来享受着课程的丰富 天地爱的丰富 以及我们未来成就的无止境的丰富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是我真的替这新马地区的朋友们非常的高兴 因为原本都只有在台湾地区的朋友能够参加这个生活营 或者是想参加还要飞到台湾去 那这次在他们当地呢 老师就办了这个生活营 那让他们也能体会一下 生活营到底是在体验什么 可以学习到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 也非常的期望在这个东马地区呢 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兴盛 那也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朋友们 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东马的活动这一次也非常的重要 主要的原因是不光是针对马来西亚 因为在东马呢 他临近其他的几个国家 也都很近 东马的成熟将是我在过去所讲的 马来西亚再成一个放射状 再发射到其他的东南亚的诸多国家 那么这一次的东马行呢 应该会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意义 是 所以刚才听了导师 给我们非常明细的讲出所有的活动 还有他的内容和他的精彩 我真的非常的希望 全世界的朋友们呢 都能够来参加 因为每一次导师的讲座的内容 通通都不一样 每一次讲座你都可以有不同的惊喜 上更多老师的课呢 只能加分再加分 这个我个人的体会非常的深 我上过导师的课 我非常的了解 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尤其是这些生活营哦 这个我们美国的同学都非常的羡慕 亚洲的朋友们有这么棒这么棒的精彩的活动 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另外还要一提的呢 在8月27号香港也有一场讲座 因为这个是后来规划的 那么现在已经定案了 8月27号香港的这场讲座呢 也相当的难得与殊胜 因为香港本地还有大陆地区听说有一些朋友也跃跃欲试的想要参加香港的讲座 来了解超义生命密码的魅力 那我想如果在这个地区的朋友 可以把握8月27号香港的这个演讲场次 也来大家齐聚一堂的感受着 这福运喜乐一把抓的丰收以及难得 是所以在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尤其是在靠近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也一起共襄盛举 去接受天地赐给我们的这些丰盛的礼物 最后呢真的是谢谢导师您今天给我们明白的讲解 然后告诉我们福运喜乐一把抓的这个内容呢 那我非常的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们 真的是只要您能够把你的心门打开 只要您愿意天地给我们的喜乐和这些礼物 人人都可以得 只要我们能够接受 只要我们臣服 只要我们能够力行能够实践 这一切意想不到的都可能成为您的 那最后呢再次的感谢导师 在这边利用您宝贵的时间 跟我们教导与教诲 谢谢导师 谢谢大家 你们宝贵幻下转发猿